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蘇貞昌 今天正式公布了他競選文宣的主軸 我們繼續連線記者蔣欣梅 帶大家關注這個最新現場 好主播各位觀眾通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蘇貞昌是牽著老婆的手 兩個人都笑得相當的開心 一起現身準備要來宣布 他這一次參選台北市長的 競選LOGO的符號 同時呢他這一次的LOGO是相當特別 引用一個對話框的方式 他表示說希望能夠聽到 選民之間的對話反應選民的心聲 我們現在來看看現場的最新狀況 不分族群 不分男女 不分先來剛來 讓我們一起來加入 改變超越台北的團隊 讓我們一起 超越過去 超越現在讓我們一起改變 讓台北 超越台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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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我們可以聽到蘇貞昌是不斷的 重複這一句他的Slogan 讓台北超越台北 這也是他今天所宣布的一個競選主軸之一 他同時表示說不只是台北要超越台北 他還說包括蘇貞昌也要超越蘇貞昌 而今天在整個計程會上呢他的家人 包括幫他這個製作網路文宣的女兒蘇巧成 還有呢拍攝紀錄片的導演女婿呢 統統都在現場緊盯的每一個細節 透過畫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今天在現場佈置是整個以橘色調為主軸 包括蘇貞昌他身上的領帶還有這個後面的背板 都是同一的色系 而且整個佈置是相當的時尚並且年輕化 同時我們在這台場也是找不到任何一個綠色的 包括符號或是騎士可見的蘇貞昌 他在這次的競選主軸是有意自乎要走出一個不一樣的路 以上就是目前的真心狀況把現場交還棚內主播